漫威史上口碑最差的电影《永恒族》国内终于能看了 顶级阵容加全新的超音故事 本以为会是漫威开启第四阶段后的立作 谁知上映之后直接180度大翻车 但番茄新鲜度只有46% 创下漫威系列电影的新低 而片中一段主角为日本原子弹爆炸下跪忏悔的情节 更是直接引爆了舆论的原子弹 在多个国家遭到抵制 这片子确实有问题 所以咱们今天换种方式 不再像之前的风格那样沉浸式的代入剧情去讲 这个片子咱们就用客观略带点调侃的感觉来讲吧 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看这部口碑崩坏的永恒族到底坏在了哪里 故事设定是这样的 很久很久以前啊 天地混沌万物初开 掌管宇宙的是一群号称天神族的六眼怪 听名字就牛得不行 其中最牛的是这个叫阿里瑟姆的天神 他创造了第一个太阳 把光带入宇宙 简单来说就是上帝一般的存在 创造了无数个星球文明 直到有一种变异族的出现 他专门吞食智慧生物 为了维护自然秩序老大哥派出永恒族 一群有超能力的不死英雄到地球扫黑除恶 他们第一次出现还是在西元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蓝盔甲的少郎主俨然就是漫威超人 能飞能打眼睛放光 雅女闪电侠刷新漫威战场的百米冲刺记录 喜感担当印度小哥能力是弹指神通加龟派气功 神马东西走向国际 变身永恒一拳超人 女神安吉丽娜朱莉这回成了女战神 武力值爆表 除此之外还有善于伪装的幻术小法师 精通黑科技的黑哥 能用眼神操控人心的XT 随意变换物质形态的瑟希 以及团队的领袖 负责疗伤补血的海妈 别的漫威电影要花几部才引入的超音联盟 永恒族一步齐活 成员悉数亮相之后 瑟希点石成金 把一把精美的匕首交给小赞恩 这也意味着永恒族开始正式插手 而不 帮助人类文明 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巴比伦 就是靠永恒族才建立起来的 负责点科技术的黑哥 设计了个蒸汽机 帮助人类超高速耕田 但大家都觉得这步子卖得有点大 黑哥只能很不情愿地先来点低科技 他们给人类传授文明理念 发展耕种技术 期间少郎主和瑟希还抽空结了个婚 当然他们要经历的是千年之痒 最后不离才怪了 而其他的成员也因为意见不合 在消灭完一族后 纷纷分道扬镳 散落在世界各地 伪装成普通人生活 并遵守着不直接干涉人类的约定 时间来到了现代 瑟希跟少郎主离婚后 在伦敦成了一名老师 还跟雪诺谈起了恋爱 永远长不大的小法师 也跟着他一起生活 可这天晚上 几千年没见的变异族 竟突然再次出现 瑟希和小法师 也不得不当众展现了超能力 但两人都是辅助 根本打不过 关键时刻 少郎主及时出现 瑟希也发动能力 整量大巴 瞬间化成了红色花瓣 这次出现的变异族 竟然有了自愈能力 少郎主花了很大的劲 才把对方打跑了 经历这件事 瑟希知道 变异族还没有消失 永恒族必须再次集合 三人先找首领海妈 却只发现了对方的尸体 怪不得之前 那只变异族 会拥有他的自愈能力 此时尸体突然出现一颗光球 进入了瑟希体内 让他拥有了 跟天神对话的能力 看来海妈一死 瑟希就成了 永恒族的新首领 接下来 三人去找其他队员 先是在宝莱乌 见到了当明星的印度小哥 然后是在澳洲 隐区的老马和女战神 曾经的一拳超人 现在变成了家庭主夫 原来在多年前 女战神突然得了永魔症 这个病简单来说 就是活太久 记忆量太多 脑子容量不够用了 然后一年就出现崩坏 症状就是双眼发白 然后失去理智 无差别攻击自己人 这病还没法治 只能直接格式化大脑 但女战神实在不想 失去所有记忆 为了不伤害别人 老马只能带着她 从此隐居起来 可她的病情 现在看起来 还是不容乐观 靠着大家寻寻善诱 才暂时稳定了下来 多年未见 老朋友难得聚会 接下来就是 漫威标准的插科打混时间 什么索尔以前 是我的小跟班啊 美队和托尼之后 谁来领导复仇者啊什么的 反正就是强行 cue了一波联动 但瑟希却闷闷不乐走开了 她还在惦记着 怎么跟天神见面 得到下一步任务的指示 看她这么着急 老马一口鸡汤就灌上来了 可能你太努力了 有时候你只需要听 还真别说 鸡汤果然有用 瑟希静下心来 再次见到了天神 结果这次 天神却说出了一个可怕的真相 原来天神派出永恒族 来到地球的真正目的 不是为了保护人类 是因为每隔十亿年 必须有新的天神族诞生 所以他将天神族的种子 散播在全宇宙 而地球求星 就有一颗天神种子 它需要大量智慧生命的能量 才能进行孵化 说白了 人类就是它的养料 而变异族 其实也是天神创造的 只不过他们失去了控制 疯狂掠食人类 这样下去 天神种子就没法孵化了 所以天神又创造了永恒族 让他们去消灭变异族 现在地球人口 已经到达数量要求 新的天神即将诞生 等它破壳而出 人类和地球也将随之毁灭 其实这样的事情 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 每完成一次任务 永恒族就会被清除记忆 然后被派到别的星球 继续新的任务 而女战神所谓的永魔阵 其实也只是从前的记忆 重新浮现所造成的 知道真相的众人 三观直接被震碎了 搞了半天 对于地球和人类来说 自己才是反派啊 接下来我们开个脑洞 作为有永恒族基因的灭霸 极有可能也知道这一点 在电影里 她的故乡太坦兴 因为人口太多 走向了毁灭 是否也是因为孕育了天神 所以最后才遭到灭族 经历了这件时候 让人很怀疑 灭霸之所以对收集宝石这么执着 就是要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五年前 她打了一个响指 直接延缓了天神在地球诞生 间接救了人类一命 结果后来 又被复联一个响指给恢复了回来 现在地球重新回到灭亡边缘 永恒族心里也非常矛盾 只能尽快继续集合其他成员 来一起商量商量对策 在亚马逊雨林 他们找到了XD 但此时变异族再次来袭 数量还非常多 根本打不过来 一不留神 没有攻击力的瑟西就被扑到了水里 危急时刻 她紧紧抓住对方的大头 瑟西竟然将变异族转化成了一棵树 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的力量什么时候增强了 而另一边 老马为了保护永魔阵复发的女战神 被那只拥有自愈能力的变异族 吸掉了全部能量 再次增强的她 进化出了另一个形态 竟然还能开口说话 等少郎主赶来 对方已经逃走了 而老马也失去了呼吸 简单的葬礼过后 大家也没时间悲伤了 他们要找到另一个成员 科技担当 黑哥 但在几十年前 他目睹原子弹爆炸 对人类已经彻底绝望 早就退出了永恒族 现在已经组建家庭 准备从此不问世事 但少郎主突然一个雷射眼 发现这家伙嘴上说做一个普通人 可平时也没少用超能力 现在人齐了 永恒族的队员们来到伊拉克 要找回那艘埋在这里 已经很多年的飞船 黑哥搓动双手 从掌间搓出一块金色三明治 随后地面开始军烈坍塌 一艘不明飞行物缓缓升起 它就是永恒族的宇宙飞船 多魔号 在七千年前 永恒族正式通过它来到地球 给人类带来了文明的火种 众人穿过昏暗的通道 来到飞船内部 发现老朋友雅妹 正独自坐在王座上看书 原来这么多年 他一直生活在这里 现在天神即将降生 地球即将毁灭 这群被神创造的永恒族 又有什么办法能阻止神仙呢 智力担当黑哥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想要创造一个能量手环 将永恒族众人的力量 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说白了就跟葫芦合体差不多 但是他们还不知道 团队中已经出现了叛徒 心事重重的少郎主 其实早就知道了真相 但他依然是天神的忠实拥护者 他之前找到海妈 发现他逐渐对人类 产生了怜悯之心 少郎主便认为他背叛了天神 于是将他骗到悬崖边 推了下去 任由他被变异族吞食 另一边瑟西受到感应 新的天神即将诞生 他们得赶紧找到神仙点 这个任务交到了闪电侠雅女身上 通过超速移动 锁定了神仙的位置 见实际成熟 少郎主不装了 露出真实面目 一发雷射眼 击毁能量守卓 彻底和众人闹掰 就在他转身离开时 只有小法师愿意追随他 印度小哥也因为信念崩塌 选择了离队 永恒族小队瞬间分崩离析 众人状态落到低谷 这时候女战神又出来 给瑟西灌上了一碗汽汤 在她的鼓励下 瑟西决定肩负起重任 带领剩余的永恒族 为地球而战 随后黑哥施法将能量球 从瑟西体内取出 在黑哥的一顿操作下 能量球最终变成了一副手镯 超级英雄们人手配备一把 这将会是他们最后的底牌 在这座火火山里 正孕育着那个即将苏醒的天神 一旦它爆发 整个地球都要跟着遭殃 为了阻止这一切发生 三个永恒族转动能量手环 试图控制住新的天神 察觉到异样的少郎主赶来捣乱 女战神早就看她不胜眼了 正好借此机会较量一下 女战神被壁冬墙上 却露出一丝微笑 随后能量外泄 少郎主意识到自己被调虎离山 她飞在半空 发现火山已有熄灭的迹象 愤怒的少郎主一发电眼逼人 先将XD打进地壳 再一发雷射眼将飞船摧毁 失去平衡的飞船 朝着瑟西等人冲去 好在雅女反应神速救下同伴 随后开启暴走模式 和少郎主牛打在一起 就在这时 火山开始爆发 无数岩浆石飞来 众人各显神通 暂时化解危机 但少郎主毕竟是最强永恒族 轻轻松松1v3 还能打得有来有回 见时机成熟 一直潜伏的变异族老大 发动偷袭 想要吸食少郎主的能量 其他几人见状 赶紧掉转枪头 对着变异族boss发动攻击 另一边瑟西朝着火山口跑去 想要最后搏一把 结果却中了幻术 看到已经死去的海妈 她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好闺蜜 居然会在背后插自己一刀 说完双手一张 施展幻术 无数火山出现在瑟西面前 关键时刻 还是XD一板砖 将这个疯女人撂倒 结束了幻术 另一边 吕战神突然犯病 变异族用老马的声音迷惑他 然后趁机将他锁住 就在准备吸收能量时 战神突然觉醒 一记手里剑将boss切成了碎片 这时地面出现剧烈抖动 山崩地裂 海水倒流 巨大的五指山缓缓浮现 新的天神族已经诞生 四季催动能量注入地表 金色的神体很快就被白色吞噬 少郎主挣脱束缚 飞到瑟西身边 看着昔日恋人 却迟迟无法下手 他怎么就良心发现了 别问 问就是剧情需要 最后任由瑟西发动最后一击 至此地球危机全面解除 然而少郎主在信仰和情感之间无法抉择 他朝着太阳猛冲 将自己化为尘埃 女战神等人乘坐飞船 前往别的星球 寻找其他永恒族 而瑟西和黑格选择留在地球 就在这时 天空乌云滚滚 天神阿里降临地球 将瑟西和黑格抓回去审判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按照漫威的老一套 片尾字幕后必有彩蛋 而且不止一个 永恒族的两个片尾彩蛋 到底预示着什么 故事结束之后 朱莉在着XD和亚女闪电侠上了飞船 正准备去宇宙寻找其他的永恒族 随后非常突兀地引入了两个新角色 一位是长着红毛尖尔的小矮人 山怪匹普 有着超远距离传输的能力 在漫画中他是数是亚当的同伴 而亚当作为漫威宇宙数一数二的英雄 也以彩蛋的形式出现在《银户2》中 可以看作是一次联动了 另一位可就厉害了 灭霸的弟弟 有红星骑士之称的星虎厄洛斯 同时也是永恒族的一员 虽然跟灭霸一个麻生的 但星虎长相俊美 性格也很nice 他提出帮朱莉一起拯救色系他们 而电影的第二个彩蛋跟雪诺有关 全天都没啥存在感的他 竟然也是个隐藏英雄 黑骑士戴恩惠特曼 这个人物家族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亚瑟王时代 而他的能力都来自一把带有咒语的神剑 影片的最后出现了一行字幕 永恒族会回来的 显然这部电影只是个影子 漫威已然规划好了布局 第四阶段将围绕崛起的永恒族 以及许多听都没听过的新英雄展开 可现在对于漫威更棘手的问题 就是之后再拍的作品 观众还会买账吗 毕竟这次的一系列迷惑操作 已经败光了大批观众之前积累的好感 相信很多人和行队一样 在看完永恒族之后 最大的感受就是无感 甚至有些被冒犯 先说无感 我们之所以喜爱漫威之前的作品 甚至为复联寺悲伤流泪 不是因为场面多么炫酷 世界观多么宏大 而是经过之前的铺垫 粉丝们早已对那些超级英雄 产生了很厚的情感连结 为他们的挣扎揪心 被他们的命运牵动 而现在这些新出的超级英雄 就像一套乱拳打过来 很难让观众产生共情 和朋友般的陪伴感 至于冒犯 看得出来 永恒族试图在漫威娱乐大片中 探讨一些严肃的主题 比如自由意志 比如战争与和平 满本都写着政治正确四个字 但看下来更像是画蛇天足 流于表面 并没有深刻的思考 甚至夹带私货的表态 并最终走向狭隘 引起争端 如果说这段单纯的是在反对战争 呼吁和平 还勉强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 这个黑人角色活了几千年 目睹了黑人被贩卖奴役 目睹了印第安人被灭族 目睹了法西斯在全世界肆意侵略屠杀 结果到了法西斯被炸死的时候 他崩溃哭了 并且写这段情节的编剧 还是个日益编剧 他说希望借这一幕 反思日本所遭受的悲剧 这不明显的夹带私货吗 你怎么不先反思反思 当年日本给全世界造成的悲剧 纯纯是魏忠贤给李莲英开会 无稽之谈 最后我们以网友提到的一部纪录片结尾 画面中是当时投放原子弹的美军飞行员 回忆起那段经历 他是这么说的 接下来是原子弹的科研人员之一 日本人邀请他到日本访问 第一站就是爆炸的和平纪念馆 过程中不断阴阳怪气地想让人家道歉 结果他是这样说的 今生き乱得到人家 确实是不幸福 你不想找到某种意义吗? 不可能 Pearl Harbor did it for me 我失去了太多朋友在 Pearl Harbor 没有拒绝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残酷的兵器 会避免大战战 我们希望那些政府担心的担心 会不会再次战战 我们将不会再次战战 使用这些兵器 会不会完全禁定吧 不可能 好像超级困难 如果标准 始终跟隐私的残酷 ț部尽力 哪些兵器 以任务者